剛剛同學問我幾個問題 我在這邊跟大家稍微簡單說明一下 第一個呢 他問我說 如果沒有藍木或綠木 有沒有辦法可以做去背 答案有 現在也有軟體可以做 不過他這個軟體是叫做這個 你必須要至少要有這個邏輯的這一台 就是那他就免費送你這一個 免費送你這個 那他因為跟韌體有關係 所以你其他的網路攝影機用他就沒有用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的這個下面這裡 這個是我現場的樣子 也就是說我站在一個白板前面 那又有投影機投下來 可是呢 我透過那個軟體的即時續背 你有沒有發現我的人 已經即時投影在這邊 這個我沒有現場搭藍木或綠木 這樣了解 只要你背景夠乾淨的話 他也能夠做出不錯的效果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有同學問我 那那個手機的有沒有 手機不是就有相機的鏡頭了嗎 可不可以用 目前他是沒辦法直接接啊 通常你要經過那個叫做 我們的視訊的那個視訊盒 讓他有一個線可以接出來 那你電腦面有相對應的比如說是USB或是那個顯示卡那邊可以接的 他就可以用 但是呢有另外一種是可以像這樣子 如果比如說同學 因為我們中正比較有那個理工科系嘛 也許你們辦銀隊的時候啊 那我要讓小朋友馬上看到這些有沒有顯微鏡面東西的時候 你除了預錄好影片之後哇現場操作可以怎麼做 其實像我們現在這些東西也都蠻便宜的 這種電子顯微鏡有0到1000倍應該還算不錯吧 不過也不要被那個倍數所蒙蔽的啦 因為倍數有時候只能夠參考 重點還是要看效果如何 所以我有買兩個 一個是像這一種的當作是顯微鏡用的 另外一個是像內視鏡一樣有沒有 有沒有去耳鼻喉科 他會幫你看喉嚨啊看耳朵啊對不對 自己就可以用看看啊 我買的是這個就是這個線的鏡 就是那個直鏡比較短的比較小的 所以像這個5迷你而已有沒有0.5公分 所以耳朵還伸得進去 當然不能隨便亂玩啦 就是要注意一下 但是你真的可以自己看到什麼 骨末長什麼樣子 你有沒有看過骨末齁 我們人身體最小的骨頭就在裡面嘛 蹬骨 垂骨啊 沾骨啊 你不知道裡面有個馬蹄狀 哭哭哭你才聽到聲啊 他在那邊敲門啊 你才聽到聲音啊對不對 那另外像這個高麗菜有沒有 這個我就用放大鏡囉 所以你看 像看到這裡 像這樣 你往下有沒有真的有一顆蟲卵在裡面 有什麼好噁心的 這很自然啊 我跟你講 看到這種的你才要買耶 通通很漂亮的你會怕耶 對不對 現在不是說有蟲咬過你才敢吃啊 那你看橘子 對不對 橘子皮 這個是我褲子的那個 尼龍纖維 有沒有倍數高的時候是有看到很清楚 看鈔票也可以看清楚一點嘛 按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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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對啊 那這個皮膚也是啊 可以看到這樣的程度 所以其實你就可以像這樣去玩很多 而且這個 不管是接在你的手機上 還是接在我們的電腦 因為它是USB介面 所以接到我們OBS之後就變成什麼 一台網路攝影機 這樣你了解意思 所以這樣我延伸過來 你看 你知道 老師有時候上課需要這個嗎 蛤 你的講義啊 因為我最近在上一些物聯網的東西 要接線有沒有 接了電路線啊 開發那個板子 電路板 那如果我就拿在手上 告訴你 我在縫什麼 哈哈哈哈 這樣看不清楚 我就會接來這裡 這樣你了解嗎 所以我當我要介紹 比如說我要介紹這一個東西 我們上課的時候 我就像這樣介紹 我的人 這個我應該不用進來的 就站在這裡 這樣可以嗎 哈哈哈哈 反正進來意思一樣 那我就可以在這邊 兩個畫面是不是可以同時操作 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看到 這個 這個是小口琴 有沒有 但是不要吹 因為 都是被我當鑰匙圈來用 哈哈哈哈 這有一個 有一個八度 然後四個孔 抖著米花手拉西兜 這樣子 我在講的時候 是不是相對比較清楚 這樣了解了 所以其實如果你有需要 網路攝影機 當然也可以當作是 我們的所謂的什麼 食物投影機 可是如果可以 我還是希望 你可以用 像我這樣子的 這一台 這樣 這樣有看到嗎 這樣比較攜帶方便一點 當然了這個 沒辦法運體的東西 我沒辦法告訴你說不用錢 哈哈哈哈 軟體可以不用錢 但是我就一個這樣這樣盒子 這樣會有廣告錢 你看看這邊 哈哈哈哈 就像這樣子 我是就比較方便攜帶 當然他絕對沒有像傳統那種大型的要推著走來的方 就是那個解析度或功能那麼多 可是如果你只是就是像比如說我這樣上課很簡單的去使用 我偶爾用一下 或者搭配我們的這個有沒有 老師可能有這個 雜誌啦 或者是報章的 我可以稍微先讓同學看一下 反正我也沒有把它掃描 我就這樣直接看 即時的在上面 有的拿來這個做版書也有 現在就不寫在白版就直接在這邊寫版書也可以啊 對不對 那你有錄下來也是一種方式 所以其實你可以有很多創新的想法 當工具越來越方便的時候 靠的是什麼 靠你去思考一下 這個除了正常使用 就是公司講的可以怎麼用以外 你可以做到什麼 所以我都會做一些比較 不能說奇奇怪怪 但是我會去思考一下 比如說我教學上我可以怎麼樣去用 這樣是不是就效果會比較好 這是給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那如果你想用那個網路攝影機的 我也有一篇文章是跟那個有關係的 你有空也去看一看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就把剛剛同學有稍微問到的一些問題 簡單在這邊跟各位做回覆一下